就是通知的Email 2点星期五 到Pepsi面试 吃完饭去Pepsi来吃可乐面试 带上了所有的证书证件培训证明 这都是来到北美洲 学了六七年学到的 就得到这些纸 当然了去面试就是要靠这些纸 靠这些小卡票 证明我的资历 据法院说 我今天比以前英俊多了 面试前当然是要打扮打扮 看吧 许多的有用的证书 基本上拥有我这个行业的所有证书 所以自信心还是比较满的 所以大概在四天前 星期六还是星期天 我扔出了我的简历 放了三个简历 一个是Pepsi 一个是Agrup 还有一个是Original Kikri 这几个公司都是在这个行业里 工资比较高的 我就选了这三个比较高的 正在招聘的这些公司 发了三份简历 Pepsi是星期三 5月3号 给了我的回应 今天呢 就去面试 所以 心情还是不错 如果能够拿到这个面试 能够在Pepsi工作 心情应该不会很差 或者说是职业生涯的 在未来的所有时间 会在Pepsi工作下去 Pepsi的工资呢 在大温地区是很高的 进去不容易 所以我不敢打十足的保票 说我一定能够进去 好 我们快要来到跨过这座桥 就到了Pepsi了 是吧 就像你旅游 就像你游走温哥华 你可以游走任何美丽的地方 同样 这是你的职业生涯的一种游走 到这里看看 到那里转转 到不同的公司去工作 找不同的东家 不同的老板 去充满你的这个人生的经历 同时也获得更多的报场 这也算是游走温哥华的另外一个部分 那就是职业上游走 快这座桥 然后下去我们就到达了一个Pepsi 已经在网络上大概了解了一下 那是一个比较巨大的厂区 而且呢也实地的观测了一下 还是比较的漂亮 吸引人的是工资比较高 另外一个就是名气很大 Pepsi 你说怎么不去可口可乐呀 他现在不招人呢 Pepsi招人呢 总之又是在挥拳 你不知道你的这个擂台上的对手是谁 但是 把自己放在擂台上 去搏斗一下 看看自己 在被打的鼻青脸肿的时候 能不能获得胜利 Anasis Island 这是一个岛 但是这个岛 已经完全被改造成了工业区 十多年以前 十二三年以前 也在这个岛上工作过 但那个时候 没有任何本地的证书 没有任何的培训 所以那个时候 一小时能挣20块钱 就已经很高兴了 现在我再回到这个岛上的时候 如果能挣到45、6 还是可以的